台开集团《竹空间》以及《新天堂乐园》 共同举办的Face祝春艺术家陶艺连展活动 这次总共邀请到三位艺术家以《脸》作为主题 创作出了51件的陶艺作品 从12月中开始在《新天堂乐园》一楼展出 多元创作的理念 也带领民众看见陶艺不同的风貌 走进展间仿佛进入了童话故事当中 每项陶艺创作都叙述着不同故事 这次台开集团《竹空间》与《新天堂乐园》 共同举办的Face祝春艺术家陶艺连展 这次总共邀请到三位艺术家 李彩玉、十三哲也、徐仲薇 以脸作为主题创作出51件陶艺作品 我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 我也会想象她其实是一个女生 虽然她看起来好像很刚硬 可是她其实是有一个内在 是有一个比较柔软的一个性格的 然后通常我在做这种大望的时候 我不会去设想我要完成她是什么样的样子 我都是在做的时候边做边去感觉 她应该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子 然后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 我去制作这个作品的时候 她才会做出一个 好像不是我自己能够完全掌握出来的东西 她才会成为一个就是 好像超越我的想象的一个物件 然后在做完的时候做出来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件作品她就产生了自己的生命 她有她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性格 然后这个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觉得这个作品她好像变成了我的朋友 所以我就会给她每个名字 她才叫Covia这样子 因为其实在我大部分毕业之后的人生 我并不是一个全职的艺术家 我其实蛮多的时间都是在当行政的 不管是在学校里面 或是曾经在台开里面这边 然后我最常用的工具 应该就是像大家所用的电脑工具的Excel 然后因为常常我就是可能会 小心搞错啊 就是在使用Excel的时候 然后会搞错 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字就是Value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Value它除了代表素质这个意思 然后还有就是代表就是价值观 然后就觉得还蛮有趣 就是好像在讲我们人 可能会常常做一堆无意识之中 然后慢慢的累积一些错误 可是等到真的发生了很大的错误的时候 你才会去了解到哦我做错了 可是在那之前都是无意识的 一直在做一些就是错的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我们世界上都价值观也是这样 所以我就是有四个盒子 然后去模仿那个Excel的那个格子 就是绿色的边边 然后都是一个一个一个格子 台开集团希望透过多元的艺术创作 丰富华联这块土地 因此也提供艺术家优质的创作空间及场所 促进推动华联在地的艺文发展 我们台开集团的邱富生邱董事长 对于文化艺术的热爱 他决定在花莲十年前就开始准备了一个创作基地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 所有的艺术家有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 那不只是国内的艺术家 希望国外的艺术家跟我们本土的艺术家 能够做一些激荡 创作起来的作品能够互相的影响 以创造出更多元更加丰富的这些作品出来 那这次的连展呢 我们有三位作出艺术家 他们同样的选择脸来做他们的艺术创作 那这三位艺术家呢 有来自日本的石山先生 也有来自台中的李彩玉 也有来自台北的徐仲卫 他们的作品呢 在这里一直展出到2月28号 主要就是说 这些艺术家除了在我们的回来瑶创作之外呢 也有一个展的空间 就是我们新天堂乐园的艺术空间 未来还有更多的这个创作 或者更多艺术家的作品 能够在这里饗宴给所有爱护艺术 喜欢艺术的朋友们 这次在新天堂乐园一楼展出的三位艺术家 先后在2017年到2020年间 进入台开回蓝窑组存创作 并不约而通的以脸的形象呈现作品 像是艺术家李彩玉给予契米不同的面容 用表情溜住了消失的瞬间 十三折野的作品则是模糊了雕塑的轮廓 企图让观赏者重新认识神明偶像的形象 许中卫的作品则是擅长从人偶的眼神集动作 去说他自身创作与追寻梦想的故事 而这次的展期直到明年的2月28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新天堂乐园参观欣赏 记者许丽琴简安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